经常在野外挨饿的朋友都知道 将果搭配上鱼肉那是真的美味 不需要再添加任何调料 光是看到这搭配 就知道有多美味了 赶紧报名参加过来品尝一下吧 挑战进行到第11天 仅剩5名选手留在场上 今天又能看到太阳出来 艾伦的心情那是相当好 要是天天都能这样 自己很有信心能够带到过年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坚持半个月完全没有问题 努力一下甚至能拿到奖金 对于节目中给装备那是相当满意 怎么摔怎么用水泡 一点事情都没有 要是能把挑战的视频拷贝一份就好了 让大家看看自己如何在野外生存的 艾伦觉得只要保持住积极的心态 食物自然就会进到肚子里面 就是肚子一直在咕咕叫有点烦 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曲钓些鱼上来 有一说一 节目组安排的地方确实不行 很难到深水区那抓到鱼 平时都是靠着浆果维持住 就怕入冬后连浆果都没了 真的随时会饿晕倒这地上的 他打算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抓鱼中 没有食物确实很难熬到最后 艾伦将希望都寄托这块绳子上 最好能多放上点钩子 抓到一条鱼刺激就能多待两天 镜头来到鲁内这里 庇护所加个门后看起来是真的不错 都说雨后几天会有蘑菇 鲁内这不就过来收几点回去煲汤 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小人跳舞了 把这些蘑菇全部采摘完 后面估计就看不到这么多 加上之前抓到的鱼肉 目前生活过得还不算太差 想要熬到最后光靠这些还不够 急需更多的食物囤积起来 自己一顿至少要吃三条鱼才饱 现在一天半条 身体确实扛不住 最近也没有看到什么姜果 目前只能靠那刺网多抓些鱼吃 主要鲁内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 他这过得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我就好奇姜果搭配上于什么味道 鲁内觉得就跟糖醋鱼差不多 酸酸甜甜好下饭 他非常自信觉得肯定能抓到鱼 准备搭建个食物储存屋 这要是没弄到什么食物的话 真就是浪费时间体力 很有可能把这点优势都浪费掉 鲁内倒没有这种担忧 他就是想自己野外生活过得好一点 不然也不会去制造个门出来 还想着制造个小木筏 这样就能将鱼网放到更远的地方 抓到大鱼的机会也会更大一些 艾米尔的想法就简单很多了 就是做个陷阱出来抓鱼吃 制造难度倒也不是很高 就是自己的体力有点跟不上 光是抱着木材走一小段路 就已经气喘的不行 虽然每天都在纠结着要不要回家 但还是想再努力坚持一下 最好是能坚持够半个月 艾米尔耗费不少时间和锦里才收起够 将树枝弄成各圈固定住 然后把棍子都绑上去 想每个节点都连接真的耗锦里 要是他能自己动起来就好了 今天心情并没有什么好转 反而变得越来越想家 除了家人外 更想念冰箱里的没事 肚子现在真的是饿得咕咕叫 虽然嘴上说着要退出比赛 但是手上的货一点都没慢下来 就这样一边抱怨 一边将陷阱弄好了 成品看起来还不错 就不知道能不能抓到鰻鱼 里面还有个旧管子 理论上只要它们游进去 就不可能转身逃出来 挑选了个风水保地扔进水里面 目前艾米尔用一个陷阱 三个钩子和张刺网 这么多总不可能一个都抓不到鱼吧 他打算接下来就吃江国等于上钩 挑战进行到第十二天 天气变化得很快 鲁内感觉比以往都还要冷 手指现在都是硬邦邦的 他有些担心岸边的情况 不知道鱼群有没有往深水虚纳迁移 要是没有鱼的话 自己怕是也不能坚持多少天 只能强忍着难受进到水里检查 这要是有个木筏在的话 自己也不用天天进到水里面 可惜今天并没有鱼抓到 只好先回到庇护所鸿干身子 剩下的鱼全部烤熟来吃 到时就有充足的体力完成木筏 要是木筏没有效果的话 我感觉他怕是会提前宣布退出挑战 鲁内倒是对自己的充满信心 觉得没有什么能阻挡住他 坚持每天多收集食物囤积起来 奖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鲁内的计划怎么样 反正我是不大赞成做木筏 毕竟现在海浪这么大 小小木筏怎么可能会支撑得住 鲁内脑子已经幻想着 坐上木筏钓到大鱼 如果还是之前那种简易的木筏 我劝他还是老老实实待庇护所里吧 反观艾伦这边就靠谱一点 哪怕身体和精神都不是很好 但还是坚持来到岸边放置鱼钩 他知道如果没有食物填饱肚子 自己天天窝在被窝里也不会好 之前整理好的绳子 尽量多放点鱼钩 希望鱼群还在附近徘徊着 不然这布置的再好都没有用 要尽量往深水区那边扔过去 理论上只要不出现意外的话 明天的这个时候自己就能吃上鱼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艾伦带着绳子站着石头上面 尽量绕开石块不被纠缠住 一番整理和准备之后 不断调整呼吸寻找合适的位置 紧接着就是大力出奇迹 然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虽然瓶子已经扔到远处呢 问题是还有个鱼钩在自己手上 还好没有用大鱼钩抓鱼 不然要呼叫医生过来处理伤口 没有办法只能拉回来重新尝试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最后绳子上面有两个鱼钩 希望这样能够抓到一条鱼吧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艾伦又在开始想念家人 一点事情都不想干 就想享受阳光弹吉他 好家伙 你是来野外求生挑战的 不是过来玩的 一闲下来就喜欢找事情玩 还不如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吃的 或者躺在被窝里面休息下 艾伦的心情变得越来越低落 非常影响他求生的积极性 从第二天开始就想着回家 坚持到现在也不知道屠杀 现在就想着多弄点纪念品 到时给孩子们当玩具 等他们长大 也过来参加荒野挑战 鲁内这边正忙着制造木筏 想要这海浪中保持稳定 那必须得做得又大又好 虽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只要能够抓到鱼的话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幸好岸上到处是浮沫 自己挑选收集起来就要方便很多 要不是之前囤积了点食物 不然搭建到一半就饿晕倒在地上了 他得考虑木筏做好后怎么使用 这次要比之前好很多 鲁内觉得没什么问题 立刻踩到上面测试一下 木筏完全没有问题 就不知道海浪大的时候怎么样 鲁内往深水区那溜达了下 整体来说问题不大 等会就可以将鱼网投放到水里面 这个距离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理论上会有不少鱼群经过 能抓到五六条鱼就心满意足了 应该不会被海浪退回岸边吧 肚子又开始饿得咕咕叫 只能钻进被窝里面人人 比赛来到第13天 艾伦情绪变得越来越低落 他开始后悔过来参加挑战 明明自己有一堆事情想去做 但是身体一直在警告他 大部分时间都庇护所里发呆 看来是真的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他觉得是时候该回家了 刚刚出去收集浆果吃时 差点就饿晕摔倒这地上 真怕自己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再也没法和家人团聚了 像艾伦前几天才弄到鱼肉吃 根本没法弥补缺失的能量 身体需要回去慢慢恢复起来 看他这一脸憔悴的样子 估计是扛不了多久 其实我还是挺看好艾伦的 毕竟庇护所弄得这么好 鱼网那边也开始抓到鱼吃 本来应该往好的地方发展 现在只能呼叫医生过来检查 要是没问题 自己打算再坚持几天 一般人真不推荐来参加 对身体和精神来说真的很摧残 很难相信其他荒野独居的选手 是怎么带下去的 环境要比他们还要恶劣 干的活比他们要多上一倍 能拿冠军的更是狠人中的狠人 今天天气不错 鲁内醒来后第一时间就去检查鱼网 只要有一条鱼抓到就满足了 驾驶着木阀前往深水区那边 要是这几天都没有弄到食物吃的话 光靠江国很难坚持下去 处理鱼网时要特别小心 他可不想掉进水里面弄湿身子 现在这水温可是会把人冻傻的 要是被鱼网给缠绕住 他也能够用小刀割开 就是以后可没法用鱼网抓鱼了 今天运气不错 收获到三条小鱼 至少证明木阀那是非常有用的 只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相信肯定能够熬到最后赢得奖金 就是怕天气变得恶劣起来 碰上大雨和刮大风 就算鱼网那有鱼 自己也不敢出海 挑战已经来到第14天 艾伦今天身体稍微感觉好了点 他等会要去检查一下鱼网 也不知道能不能抓到条鱼 肚子也能稍微舒服点 艾伦感觉现在拉动绳子都非常吃力 看来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 不过看到鱼沟上那有鱼挣扎 心情瞬间就好了不少 就是这块头小的可怜 估计一口就能吞下去了 虽然对现在处境并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心情确实是会好很多 希望接下来能够钓到更多鱼吃 就不知道身体还能坚持多久 不知不觉已经到第15天 克里斯丁打算到山顶那看看 喜欢爬山的朋友都知道 当看到山上的风景后 心情真的会变得非常好 所以哪怕身体会累垮 克里斯丁也要登顶看看 这才是野外求生该干的事情 反正我是体会不到他们的快乐 但是就爱看他们运动的样子 感觉自己的小肚子都变小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克里斯丁刚来没多久 就有驯鹿路路过庇护所往山上跑 他很好奇上面会有什么 要是还能见到驯鹿就好了 自己行走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耗费了不少时间才来到半山腰 还能够看到庇护所的样子 不知道其他选手被投放到哪里去了 就在感慨大自然的壮力时 突然有群驯鹿出现 可惜并没有带弓箭过来 不然真的可以去狩猎看看 克里斯丁觉得能看到就满足了 希望他们能够带来好运吧 继续往山顶那边前进 艾美尔不知道又在制造什么 对着鹿角不断输出 这是要抹粉泡水喝吗 其实他只是想弄成项链戴着 真的是万物皆可做成纪念品 又开始着镜头前 诉说着自己有多想回家 要给家人整上一堆好事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毕竟大家实力就放着那 陷阱那并没有什么收获 心情变得更加低落 克里斯丁还在为山顶而努力 时常能见到一些鹿角 真的非常适合带回家当饰品 心情那是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不是肚子在那饿得咕咕叫 他真想一直就这样待着 眼看太阳也快要下山 抓紧时间赶回庇护所那里 现在也就摄影机那灯光能照明 如果现在摔倒的话 就怕把镜头给摔坏了 他可不想奖金没拿到 还要给节目组钱花 早知道会这样就早点回去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身体那是累得不行 真想立刻躺下来休息 幸好庇护所就在不远处 还好节目组知道这届选手不行 并没有安排这群出没的地方 不然谁敢大半夜出来溜达 克里斯丁也不急着回去休息 他听到岩石这听到哇叫声 正好带回去当零食时 拿起岩石就往他身上砸 跑得再快都没有用 块头并不是很大 但是味道肯定非常棒 看到这块大石头 证明庇护所也不远了 抓紧时间回去烤娃肉吃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刺激了 乔恩已经这里待了16天 感觉自己就是过来度假的 饿了有鱼肉吃 咳了有啤酒喝 小日子那时过得越来越好 明天就是自己女儿的生日 以往都会跟妻子一起准备 只能等回去好好补偿一下 他准备用这树干雕刻附画 希望节目组能多放点自己的镜头 到时就可以让女儿回笑炫耀 让别人只知道爸爸有多厉害 所以要尽量待久一点 克里斯丁睡醒后才想起有蛙没烤 还以为昨晚就吃进肚子里了 能吃的肉并没有多少 估计咬两口就没了 不过有一说一 闻起来是真的不错 对他来说这简直就像实在烤牛排 心情那时变得越来越好 骨头都已经烤得嘎风脆 直接放到嘴里面品尝 就是肉少了点 不然他都想天天抓蛙式 比赛进行到第17天 艾米尔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只因他正准备喝完热茶后回家 天天说要回家的人 终于在第17天选择回家 他觉得自己已经尝试了很多 虽然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现在更想要回家陪伴家人 怎么说的好像自己能拿冠军 只是更想回家一样 不管怎么说 能待17天 确实是要比一般人厉害很多了 艾米尔除了刚来是开心 也就现在离开是笑得最开心 要不是节目组要求他将东西收拾带走 他真想直接坐船离开这里 艾米尔很早就说要离开 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希望他能早点和家人团聚 艾米尔走后就剩下四人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谁能赢得奖金呢